林世杰2018年参选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市议员 市长黄伟哲为他站台 还带着他到处拜票 立委林聚县也公开站台力挺 议长邱莉莉出席参会还开心比赞 看得出来他在政坛相当活跃 政界人士说林世杰曾走过江湖路 与地方黑道熟视 后来从商有成 在黄伟哲当选台南市长后 获聘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被视为是亲市长派 今天早上听到这个二号 我觉得其实心里面蛮震惊的 我们要求警察局尽数来侦办 曾经担任过民进党南市党部职委的他 2018年代表民进党参选市议员失利 被黄伟哲聘为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 2021年在竞争激烈的区域会选举 与亲近地委陈廷飞前议长郭信良的对手 蔡红荣角逐胜出当选理事长 2022年12月政府议长选举前 兰医师议员方一丰在西港庆安宫 被请上车沟通 当时车上坐的就是林世杰 林世杰因此被指控涉嫌恐吓 要议员票投邱莉莉或是弃投 我父亲并不是当街路人 如果让议员有感到不愉快的地方 我和我的父亲都愿意向方一丰议员道歉 当时他的女儿就曾出面为父亲喊冤 结果一审判无罪 52岁的林世杰热爱登山 玉山竹风雪山大午山和欢山 到处都有他的踪击 没有想到这一次说要出门爬山 竟然命上家门口 震惊政坛 TVBS新闻顾守昌 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